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亲近的心 这个亲近的心呢 我们每个人 原本都是 都是记足了 一定在强大的无名中 强大的烦恼中 这个心也还是亲近 但是 不会受到影响 那我们因为 心灵的成垢 就是这个无名烦恼 积累的成垢太后 所以 我们的亲近心就被遮蔽了 被遮蔽了 所以这个学佛修行的过程 就是一个不断的造成 除垢 我们的内心 我们能够应用佛法的证件 去看待各种问题 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世界的如梦如幻 我们对这个世界呢 这个执着就会减少 执着 减少了 烦恼也就少了 因为 所有的成垢 都是跟我们内心的无名 无名呢 就会产生 种种烦恼 这些烦恼 它就会成为我们心灵的成垢 所以我们需要 在生活中 我们不断能够应用证件 去看待 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那我们就不会在内心里边 去累积这种 纠结 对立 探浊 纠结 对立 探浊 其实就是我们平常人 我们的 几大防护心的 重要的症状 那如果我们能够用智慧观照 能够学会引起思维 我们就 不会在内心里边 去制造这些东西 我们虽然每天都在面对很多事 但是呢 这些事情 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就像 厌过长空 不留痕迹 我们虽然坐着 但是我们不会陷进去 当然这个是一个观念的层面 正见的层面 当然更重要 我们还要去培养内在的光照的力量 内观的力量 我们需要去体会我们清明的心 这个清明的心呢 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呢 能够看到 我们的心 它会有 这个 不同的 这个层面 我们平时都活在一种念头中 然后我们会跟着念头 去追逐 追逐念头 我们想到什么 我们就会去追逐什么 就是念头 不断的去汤圆念头 但是常修行我们做的是要去审视念头 直接去审视念头 所以我们每天 这个常宗里边 有一种修行叫仓话头 这个仓话头呢 就是你每天要不断的问自己 比如我吃饭的时候 谁在吃饭 吃饭的是谁 走路的时候 能走路的是谁 说话的时候 能够说话的是谁 就是你要不断的去 审视 自己的内心 在这样的一个光照和审视中 我们就能够 这个 就能够看到自己 我们就不会陷入到这个 念头的 这个 串起的 这个轮回里去 当下呢 甚至就能够照顾这个念头 我们就能够体会到 心灵的天空 所以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念头 还要看到念头 念头的 从哪里来的 消失了之后 这个念头到哪里去 就是你要去认识这个念头背后的心灵的天空 这个念头背后的心灵的天空 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原本 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原本具备的这个清明的心 这个清明的心 所以我们所有的修行 所有的修学 最终都是要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清明的心 当然这个清明的心 简单的生活 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去体悟清明的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缘 我们在这个清明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体悟到自己的清明的心的时候 我们会对这个走动的每一个动作 抬脚 抬脚 移动 落脚 这个过程中 趋机处处 就像我们在我们这个心灵天空中的一个影像 抬起来 移动 落脚 抬腿 移动 落脚 走路的过程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变化的过程 我们始终对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保持一种清清楚楚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禅修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信念的一种内观的力量 一种觉知力 所以这种力量 是我们禅修的 一个 需要 需要获得的一种重要的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